總預算協商昨天又破局 下週一再協商 院長會不會擔心今天院會藍白又聯手組黨總預算副委 總預算協商破局 在野黨不滿禁法補償編6萬違憲 那為何4萬就不違憲 怎麼看綠維們首頁搶提案總預算 還是要等下週一協商 請問院長回應 謝謝 總是一個好的開始 昨天朝委的協商 雖然沒有辦法馬上取得一致 但至少把後續的協商時間也定下來 也讓國人更看到 雙方提出的問題焦點之所在 剛剛我也發了一篇短文 我期待能夠有好的開始 能夠有團結的結束 那讓這個事情儘快的往前走 在我的短文當中 我提到的 引用憲法第70條以及預算法第91條 這樣的憲政原理跟預算法的規定 事實上都很清楚 當立法院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立法院是不能作為增加之提議 在憲政原理當中 連提議都受到限制 但現在用提議來形成決議 或是用提議來形成法律 那這樣的行為是不是違反了憲政原理 另外在預算法91條當中 說到立法委員對於大幅增加稅出稅入的時候 要徵詢行政院的意見 而且要指出資金的來源 必要的時候也要做相關的法律的修訂 那在我們看看這一次是完全沒有依照這樣的原則來處理 那麼我們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行政院已經表示 如果從3萬提升到4萬 我們是可以同意的 這也是在徵詢的過程當中 必須取得這樣的合議 過去或許有若干的案例 現在有委員提出 當時立法院提出了意見 或是通過了法律 那行政院執行 但我們想想 當時的狀況 一定是經過了立法院內部朝野的協商 再經過取得跟行政院雙方的合議 也明確指出資金的來源 之後才照法律來執行 那這次顯然不是 所以是不可同日而言的 那麼行政院的立場跟我們的原則 事實上只有一項 就是未來我不希望 也不可以違反憲政原理 違反憲法的規定 違反預算法的規定 用這樣的行為 用任何的程序 要求行政院增加任何的預算 否則整個預算的完整性被破壞 我們提出的施政報告無法依序執行 那麼行政院國家政府也就沒有辦法 廣泛公平的照顧到每一個人 所以只要這個原則被把握住 被大家共同的遵守 那麼我們願意在這個時候 之後我們提出更多的方式 來取得朝野之間更高的共識 但是首先這個原則必須確立 這是行政院對於年度總預算 唯一的立場跟唯一的原則 是在北京的保證 我們建立的是全市本的過程 在北京的高度上 坐在北京的期望 並且是在北京的荒野之間 按照的時候 在北京的區域 會不會有很多人 去跟北京的大街 北京的每個都尺寨 去北京的詞 北京的地區 北京的美酒